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來了 今天第二節給你晚報 另一做一個羅淑沛專訪 羅淑沛是誰呢 房屋處處長 就是Ian Chan的粉絲 這一輪最熱 我們當然不會說 我沒有什麼好說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就是不知道怎麼說 第二就是 何馬和何太 我一向不講開 但是似乎趨向 趨勢 你的網友就很開心 收入家屋 是吧 收入家屋那裡很閒 只是看到 這個何白 被何馬這樣搞 你要現世 但是老實說 就是現世 我真的覺得死不足惜 如果真的如我們所言 死不足惜 你搞女兒不要緊 搞豬虎也不要緊 你搞女兒和子女 你倆不敢這樣 正在那裡 你倆不虎 真是該死 現在不知道搞什麼 真是現世 真是現世 好了 羅淑沛 他做房屋處長 他都會留到一些東西給 在這個世界 我們會記得他的 因為他打擊公屋 最用力 用打擊公屋 再說一次 就永遠你是在道德高地 你說這個政府 是不是真的覺得有法必依呢 你問我就不是的 他們是純粹想把責任模糊 放下去 好像有很多人濫用了公屋 其實沒有樓 都不是很關他們的事 是這樣的情形 你問我就這樣說 當然 你真的濫用了 你被人找到 亦都很難去怪人 你很難去怪政府 所以在我的看法就是 在現在這樣的香港情況下 那些事情可以不動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就盡量不要搞 就是這樣 當然了 你說會不會是配合他們 趕走些人 等些人可以出去買樓 樓市 大家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事實上呢 其實我到現在 雖然上個星期 林健鋒有哭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臭 當時他不是說了嗎 香港應有志格興 是啊 是啊 很棒了 不是啊 箭頭在那裡哭 沒有生意 還有誰啊 施永青在那裡哭 喂 老實講 這個世界上呢 第一為什麼呢 大家見到一些情況 咦 似乎 那個公求 不是那麼 什麼 很多樓啊 第二 經濟差 我有錢都買不到 第三 銀行 不放水 這幾個原因呢 但前景不明 那些都不說 你又沒得教的 好了 蕭永青說 銀行呢 就最好要 其實是空外銀行 幫幫忙 不要那麼緊 如果不是呢 即是說樓市不行 你們都不想辦法 你都肯定了 喂 我是銀行 樓市你的業主 或者你的買家 不想辦法你的事 喂 你不要搞到我不行啊 大哥 好 對嗎 我不是做線堂 你真的傻嗎 你真是瘋了 你真是瘋了 蕭永青 喂 即是說真的 話說呢 其實我到現在都很奇怪的 當早三個禮拜 還是兩個禮拜前 小力元 我們太熟了一塊地 三千多元賣了出來 住宅用地 的時候 然後竟然還有萬多元呎的樓 有人入賣 即是現在入過 萬多兩元呎都還有人賣 你說地段不同 或者心頭好 或者人家有錢 我們沒錢就沒得說 話說昨天看到那個單位 我不記得在哪裏 我不記得在哪裏 不是豪警的 是在深井 即是深井那頭 實用面積好像是 實用570呎 不是很大 也可以的 你香港的標準 570呎實用 海警 拍三百 不知道三百二十萬 還是三百五十萬 差不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 拍不拍得成 或是否那個價錢出到 其實你都為 六千多元呎 對吧 大家真的可以 再等下 我覺得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環境 日日出這樣的新聞 我真的覺得 這麼容易升上去 不是吧 好了 那麼 公屋出身的羅淑貝 我公屋出身 因為小時候有家境清貧 和父母住在葵宗石蔭村 大學畢業之後 搬出來自己住 你老母是羅局長 羅處長 你大學畢業可以搬出來自己住 現在大學畢業 就算和父母住 都很窄窄 因為地方又小 不要說獨不獨立 喂 你老美 分分鐘 薪薪又 又不頑 好像那個羅蜜糕野 羅石 那個奧委會 七千多元 沒有嚴格來說 七千多元 楊宗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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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傢伙 我覺得他應該要下台 他不是什麼 當時霸佔官地請 搞定沒有 我還要再問一句 還要問記者 喂 你是傅警 我真的不明白 喂 喂 有時候有些事 就算是事實 你都不要說 第一 第二 七千多元是什麼 什麼東西 對 很涼薄 第三 你老母 剛剛我們現在在說 喂 要你交代 我希望Yahoo 繼續去 喂 究竟那些 二三百萬 那些是什麼 二十九幾個 喂 還有啊 你不要以為給宿舍 給食物 也有花費 那李家超 拿五千元就可以了 住在禮賓府 有司機有車 喂 有廚師 500元 喂 老實說 譬如我是運動員 那我現在長大了 我全職運動員 那我拿幾千元回家 不是過分事 是不是 是吧 現在那些人 那些人 喂 最好笑 跟著他訪問 我一會兒去講 訪問那個羽毛球手 李卓耀 他真的有說 因為運動員發聲 他都說 他都很低要求 萬多元 就是最低工資 喂 他都要求萬多元 最低工資 你說香港人 真是屌你老母 真是順道 他是全職運動員 喂 不是一定有成績 跟著還要屌你 喂 好了 有些網友 先不要說我們 有些網友說 屌你老母 喂 運動會 好 贏了你 伸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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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伸了你 雨又榮言 喂 那些錢 萬多元 真的很卑微 就是基本 好 好了 羅淑佩 後來加入政府之後 他就幫政府買一層樓 於是讓公屋給有需要人士 真的要找人去檢查他 是否這麼乖 買了一層樓便讓他 他不會知道日後會做了處長 我真的想找人去檢查一下他 就算是 喂 你加入政府後 嘩 接著又可能有些口口聲 這樣那樣 是吧 好了 這名公屋妹 就很感恩公屋 給了他們上流機會 所以到今天執掌這個房屋處 就對公屋資源特別著緊 這樣說 很多人問我們 為何現在突然這麼神勇 其實 不是啊 不是以前不做 是一直都很想做 但這也沒有問題 一直都很想做 為何搞這麼神勇 為何以前不做 一直都想做 即是以前都做到 為何以前沒有做到 為何以前沒有做到 說來講去 現在沒有媒體 沒有國安法 沒有很多事情 那些人吵了 香港人被你壓著頭來打 你們以為自己很有型 很威風 說來講去是這樣的 屌你了 好了 他就想起 當日見房屋局局長何永賢 他說他未上任之前 去找何局長 去拜會他 何局長跟他說 房屋處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打擊濫用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房屋處最重要的工作 不是令到房屋處 即是住在房屋處的屋裡的人 按据樂見 不是令到排隊 他在輪候公屋的人 可以快點上樓 合理地 OK 好了 首先我想說一說 即是 雖然現在有這麼多人 交那間公屋出來 又或者可能你們覺得我離地 我知道很多基層人士 現在是捉金見爪 那間公屋上個禮拜 即是在裝修工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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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剩下70多元 即是 即是居住在 你繼續嚴格一點 有些人 那些錢 收起來了 甚至乎 收起來在床底 是吧 有些人 在外地有樓 但是 好像羅淑貝所說 那個外地 還是內地 如果不跟你配合 其實你都沒有負 好了 現在內地要捉地產 李大利又會檢查那間公屋 那我就去外地買 外地 人家未必會配合你 關於私隱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這個部門 是各個部門各自為證 好了 他又說 因為房屋處的人是民職多 要去查人家屋有沒有濫用 就沒有那麼厲害 於是乎 好在特首給他 超剛 他又請了兩個 退休警司 六名警務人員 就負責 去打擊濫用工屋 他說 現在 房處人員 經過他們訓練 因為如果不是八個 就不夠 打擊濫用工屋 更加有成效 哦 好像這樣 特首給他 於是乎請了兩個 退休警司 六個退休警務人員 去幫忙 去幫忙 偵察 有沒有人濫用工屋 這樣說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幫到 甚麼手偵察 其實除了 你去抽查 他們報上來的資料之外 我真的不覺得房屋處 或是加上這六個警員 有甚麼偵查能力 去查人家的公屋 是否真的 富戶 或者是有沒有超額 看看他的車 漂亮不漂亮 還是逐個逐個跟著他 你有沒有去吃 出去吃飯吃多少錢 結飯 但是給我更大感覺 就是 又有好兩個 退休警司 六名警務人員 又開了八個位子出來 一個 分分鐘 十萬八萬一個月 我跟你說 除隱事 你說會不會 又是私相授受呢 我不知道 我不敢說 我不是怕別人抓人 我沒有證據 但是 立法會沒有說 開甚麼位子 提制 甚麼都沒有 就是他現在自爆 你說死不死 想不死不行 香港有規矩 不過我來講這些 都能如 他又說 四月起 即今年四月 即過了三個月前 展開第二輪 二十五萬四千戶的公屋 資產審查 至今 99.9% 交易申報 還有七十幾戶 已經發出收回單位通知書 他說 處理的時候 都會兼顧人情 就算他不對 但是找他要搬屋 都要時間 我們都會給 一般來講三幾個月通融 都沒有問題 原則上 一個月就要搬 他說 好像有些個案 有個家長 四五月的時候 陪兒子去外國讀書 他還未及時回來簽名 現在簽名便交來 我真的要想 如果四五月 跟兒子去讀書 這個已經很有古怪 這個是父母 如果正式來計 如果你的資產 我限額這麼低 好了 他說 原則上 越持交 就 越去看看 有沒有東西 因為造交 即是沒有東西 我一看見這裏 你真是很懶惰 造交持交 可以有一百種原因 你自己去找些東西 方便 因為持交只有四十份 可以看 有幾十份份 之前那些 二十五萬四千 三千 九百三十份 你怎樣做 那持交的人都正在抖 老實說 如果你用這個邏輯 你真是大膜 我從小到大 就是動勾人的想法 我第一時間 我交了 我都不用你說 那些這麼暗勾的邏輯 好了 其他的濫用 不要說 譬如說分租給人 那些一定會死 他說 羅淑貝說 其實他們 其實上次說過 他打擊濫用公屋 已經打了一條村回來 收回五千個單位 他說 蜜也小 而不為之 就算是小小的 都是一件好事 你說收回五千 我都不覺得你會說謊 但我又不覺得 那麼多人要搬屋走 五千個單位很多 多一條村 然後就拆勾零一鞋 不肯怪得了 你說甚麼 零一 真是善重善土 和你 塗枝抹粉 他說 每次傳媒訪問完 打擊濫用公屋之後 都多了一批正義的市民去舉報 那批就是正義的市民 好了 現在香港零一播出來 這麼有影響力 報導後 更加可以加強 正確使用公屋的意識 他就說 社會上有種錯誤 好似人人都有朋友 或者朋友的朋友 濫用公屋 其實大部分是安分手機 符合規矩的 你問我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濫用 如果根據你們的 入息限額和資產限額 唉 我真是不知道 但是到最後 他都是說 上次是這樣說 今次是這樣說 兩個星期 起碼 房屋廚前研究的 篤灰 好市民獎 他說 繼續會研究的 很快會透露詳情 我真是不想 要研究篤灰獎 有多難 由現在 你都未公佈過篤灰獎 已經這麼多人篤灰了 隔壁左右 你給我找不到 沒有辦法 如果找到我一定離開公屋 你有沒有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我怎麼知道隔壁那個 原來我沒有看到 老婆那個胸圍 那女兒生氣了 我 為何不覺得我的胸圍 現在很煩 好了 這一宗譚小環 大詐國暗示 可能會移民加拿大多倫多 他出了個帖子 拍著一個朦朧的加拿大相 然後說 Cody Coch 仍未亡相約 漢曼天王葉遠飛 古希臘的神話裏面 眾天神寶 古傳一條湧有神奇的鑰匙 他能夠將宇宙一切歡樂喜悅 會再在一齊 無論身處天涯海角 都能夠讓大家再次重逢 然後拍一條鑰匙出來 大詐國 難道就是傳說中的 風再起始 風就是楓葉的風 似乎暗尺多倫多 加拿大再開黨 當然沒問題 但我不知為何又出了歌詞 寫得這麼文青 但有網友 大部份網友正面 特別是加拿大網友 但有網友說 是否搞錯 不交租有錢而民 遷租這麼久才拿錢去開店 我覺得這些人 當然你問我 這些都是歸於我 我歸於他們那些 網上大陸購 出來的好賓州 那類人 但他們這個質疑 我反而這次覺得是合理的 我肯定 首先我不知道大詐國 有沒有找到租戶數 那些雙報數 但是如果沒有找到 其實根據現在香港人 有限公司的玩法 清盤 他沒有辦法 他真的有權這樣做 但是 甚至乎因為他 搶的是大租戶 即是大業主 那些人覺得 天公地道 有些人會這樣想 業主 所以當時他都說 十八天不要拖 伙計不要拖 他沒有說業主拖不拖 還是有沒有 炸到租戶數 被人追租 但是網友這樣想 我覺得這些網友 就未必 好像我這樣想 就很直接純粹說 搞錯欠人錢 因為總之真人夫骨 厭人奉制 當然了 香港給 但是我覺得 這一個其實 我就不會 都是有問題的 我告訴你 那個是香港紀務處 是我的業主 嗯 如果你租了 就要 什麼呢 搞數 就是盡力的可能 所以呢 這個世界很奇怪 有人質疑他 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給我 我就會低調些 但是低調 沒有人知道你開 是啊 所以 都是要省一條數 現在的世界 不過是這樣 我又不認識大渣哥 我只要這樣說 他沒有法法 沒有法法 OK 休息一會